头戴施工帽深入隧道仔细搜查 不放过任何蛛丝马鸡 泰鲁格事故如今届满三周年 今年初家属在检方与台铁人员陪同下 再度进入清水隧道搜索 没想到竟再度寻获罹难者遗骸 金华连地检署见识DNA比对 证实是11名罹难者的遗骸 而回推时间续在110年4月2号 事故发生后 检调单位陆续搜证 在去年9月进行探勘时 就在事故车厢中发现骨骸 随后家属自发组成泰鲁格的眼泪 再次向台铁要求重返搜索 我们在去年发生这个车厢内 有这个疑似被爱人遗骨的事件发生之后 那我们各单位也都责成 尽速的去检讨后续遇到类似案件的一个收证 以及清理的作业流程 那我们会依照行政院会议所颁布的一个原则 去要求督导相关的单位 泰鲁格眼泪8号上午也发出声明 韩话中央应该明确订立灾后SOP 明确规范各项流程强化沟通 才能让家属完善地告别家人 可能土葬有的火葬 然后都已经放进奥里面 又发现了说 是不是那个缺憾就是还在 时隔半年接连巡获罹难者遗骸 值办中央地方落实改善 才能避免对家属酿成二次伤害 金西文旅传名林玉成黄茨阳